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孟佳呢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 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新乐派诗人之一 说起诗人这个身份呢那可是响当当 陈孟佳当时和文一多、徐志摩、朱湘一起 并称新乐诗派四大诗人 啊这么厉害 是,陈孟佳十六岁开始写诗 二十岁就出版了自己的诗集 可以说是名震一诗 他都写些什么诗啊 嗯,下面也对诗感兴趣 好奇呗 行,咱们来欣赏一下他写的诗 好 有一首诗呢叫《一朵野花》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不想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酵 上帝给他的聪明 他自己知道 他的欢喜 他的诗在风前清摇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他看见青天 看不见自己的渺小 听惯风的温柔 听惯风的怒嚎 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 嗯,完了 这么短,还没过影呢 再来一首 行,再念一首呢 这个题目叫《遥传夜歌》 遥传夜歌 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 小心点亮我的桂杆 我要撑尽银流的天河 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 任务百家正在为您讲述 国学大师陈梦佳的故事 是有那么点诗情画意啊 是 下面你发现没有 陈梦佳这个名字就很有诗意 我正纳闷呢 嗯 你说说他名字怎么来的 这个由来非常有意思 快说吧,别买关字了 嗯,我跟你说说啊 这里边的典故呢 还是陈梦佳告诉朋友的 原来啊 他母亲生他之前做了一个梦 梦里边呢 遇见了一头猪 母亲觉得这个孩子跟这个梦有缘 就想用这个梦给孩子起个名字 可是孩子的名字里头要出现猪这个字啊 听起来很不雅 那是 所以母亲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用猪字的甲骨文写法 屎字 也就是追猪的竹字去掉走枝之后剩的那个字 上边加上一个宝盖头 就成了家这个字 哦 哎,好像这个宝盖头在古汉字里边本来就是指法污吧 没错 就是家的意思 下面你看看 咱们中国人起名字真的是非常讲究文字里的内涵 嗯,确实是 其实呢,陈梦佳不但名字好听 人长得也很帅气 是当时公认的美男子 我以前在网上看过陈梦佳的照片 年轻时候照的 可以说是意气风发 风流体躺 我也看过他的照片 是很帅 没错 要说陈梦佳的长相呢 是中国人常说的大眼睛 双眼皮 鼻子和嘴唇 也是典型的中国古典美男子的样子 一双大眼睛是明亮 清澈 眼下还有卧蚕 虽然眉毛有点淡 这是唯一的缺憾 但是他有一头浓黑的头发 嗯,点心的美男子啊 诶,陈梦佳是哪里人啊 浙江上瑜人 在1911年4月16号呢 陈梦佳出生在南京西城的一所金陵神学院提调的家里 什么是提调啊 这个提调呢 是相当于神学院院长的职位 哦 陈梦佳出生的家庭呢 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 他的父亲陈金庸是一位忠实淳朴的长者 同时也是一名牧师 他亲自创办了这所神学院 自任院长 此外呢 他还长期在上海广学会做编辑 嗯 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呢 陈梦佳的童年不但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气氛 还有浓重的中国传统家庭气息 陈梦佳呢 有十个兄弟姐妹 因为家里子女多 父母没有办法对每个孩子照顾周全 所以孩子们基本上是大的带小的 那时候呢 陈梦佳的三姐 陈寻盘 做了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的音乐老师 他平时呢 负责带四个弟妹 其中陈梦佳跟三姐时间最长 在艺术上也受三姐的熏陶很深 对啊 过去就是长兄为父 长女为母嘛 是啊 陈梦佳小时候呢 喜欢读唐诗 在五岁的时候进入一所教会学校 南京四根杆子礼拜堂 副小读书 八岁那年呢 父亲遭人诬陷 被赶出神学院 所以带着全家迁居上海 陈梦佳呢 也随着进入上海圣保罗小学读书 在1920年的春天呢 他又跟着三姐回到南京 第二年上了中学 传统的中国文化 还有教会学校西方文化 这两种教育 对陈梦佳的性格和气质 都有非常深的影响 陈梦佳写过一首诗 《我是谁》 诗里边呢 有这样一句话 是一个牧师的好儿子 我就甘愿 长远 在不透风的梦里睡 嗯 有信仰家庭里的孩子哈 都很善良 是 陈梦佳16岁那年呢 开始正式写诗 他的第一首诗 题目叫 《那一晚》 用笔名 陈漫斋 刊登在新月月刊上 几个月后呢 他和几位新月派诗人 一起合作 创立了诗刊 1927年夏天 陈梦佳高中还没毕业 就考进了南京 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也就是后来的 国立中央大学法律系 虽然学了法律呢 但是陈梦佳还是对诗歌 情有独钟 他在文学上还蛮有天赋的哈 是 1930年1月呢 陈梦佳在国立中央大学 半月刊上 发表了一篇诗论 题目叫 《诗的装饰和灵魂》 在这篇文章里呢 他表达了自己的诗歌创作艺术主张 他认为 诗的本质是美的文学 诗必须具有其独具之形象与灵魂 嗯 他主张诗的形式 应该用美术和音乐的调配 也就是用美感衬托诗的灵魂 因为他认为呢 诗的灵魂或约诗的精神 比形式更重要 诗要有哲学意味 诗的风格要有自然的格式 自然的音韵 自然的感情 哇 他这么年轻就有这么深刻的理解 确实是个文学天才 是 在1931年1月20号呢 陈梦佳和新乐派诗人们 一起创编了新的诗刊 记忆刊在上海出版 陈梦佳负责编辑工作 那时候呢 参与编稿的人除了文一多 徐志摩等前期新乐派诗人外 还有林徽音 孙玉堂 曹宝华也一起加入 这也标志着后期新乐诗派的正式形成 同样在1月呢 陈梦佳的第一部诗集 孟佳诗集出版 什么喜欢他的诗集吗 喜欢 而且这本诗集出版以后呢 很快是销售一空 有不少杂志还发表了书评 是吗 对 陈梦佳一时间是名声大噪 而且在1931年7月 孟佳诗集还再版发行 随后呢 陈梦佳还陆续创作了一些散文和小说 比如1931年出版的中篇小说 不开花的春天 用书信的形式 叙述了一对青年的爱情故事 他还是个学生啊 就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 是 在1931年夏天呢 陈梦佳在国立中央大学法律系 学成毕业 获得了律师执照 有意思的是呢 拿到执照以后 他没有当过一天律师 律师这么好的职业 他不干 那他干什么呀 他直接到了上海 办新乐诗选去了 哦 陈梦佳花了一个月左右呢 甄选了18位诗人 共计80首新诗 编成诗集 这之后呢 在1931年9月 陈梦佳也成了诗刊的主编 1932年1月 陈梦佳又把自己的一些诗稿 集结为铁马迹 那就是说 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到文学创作上去了 可以这么说 不过呢 不久 128战争爆发 陈梦佳当时也是一位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 所以在战争爆发第二天 他就和同学一起参加了抗日卫国的宣传工作 当时呢陈梦佳是跟着122旅旅部向前线进发 在2月1号呢 军队进驻了南祥镇 陈梦佳在小镇的火车站上整整站了三天三夜 他亲眼目睹了那些无家可归的男女老幼在风雪里艰难跋涉 沪宁县上的难民队伍长达数十里 陈梦佳百感交集 随即写下了一首名叫《埃希》的诗 表达了自己当时的悲愤心情 战争太残酷了 是 2月13号呢 部队在姬佳桥和日军在雪中大战 122旅第五团第六团负责打前锋 战士们赤手空拳和日军肉搏 陈梦佳到前线帮助抢救伤员 他看到士兵们在枪林弹雨里冲杀 流血牺牲 战况非常惨烈 有的国军战士阵亡以后 甚至保持着拖枪瞄准的姿势 田野上到处是抗日将士的心坟 陈梦佳这个诗人已经习惯了用诗句来表达感情 他在阵亡将士的墓碑前写下一首诗 祭奠这些英雄 你能念念这首诗吗 可以啊 这首诗的题目叫 在运枣帮的战场上 在运枣帮的战场上 雪花一行行 见着新鬼的坟墓 开开在雪泥上 那儿歇着我们的英雄 静悄悄 伸展着参丝的队伍 只翻而飘 苍蝇 红色的赤尾 在半天上吊专 现在躺下了 他们曾经挺起胸膛 向前冲锋 他们喊杀 他们重伤 杀了人 给人杀了 现在都睡倒 在运枣帮的战场上 交给你 像火把 接着火 我们盼望 盼望你收回来 我们生命的死亡 全区的手 紧握炸弹 向我们叫 那儿去 那儿去 听我们的警号 全区的手 宣亮着一把一把火光 在运枣帮的战场上 说起来呢 这首诗 也是陈梦佳 一生中 最后做的 几首新诗之一 什么意思 他不再写诗了 是 陈梦佳的生活轨迹 开始发生转折 他遇到了新的机会 什么机会啊 听我给你往下说 那是1932年9月 陈梦佳由燕京大学 宗教学院教授 刘亭芳推荐 来燕京大学 宗教学院 读研究生 半年以后呢 他又转到 燕京大学的 国文系就读 还在国文系 当了一段时间的助教 当时呢 燕京国文系 拥有很强的师资力量 像荣庚 陆侃儒 陆志伟 梅以宝 这些教授呢 都在这教书 受这些教授的影响呢 陈梦佳的兴趣 也开始发生变化 为什么陈梦佳 在学术研究方面 会发生改变呢 他又将走上 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呢 听众朋友 请您继续关注 人物百家 陈梦佳的故事 好的 听众朋友 国学大师 陈梦佳的故事 今天就为您 讲述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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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听